我買了你最愛吃的蝦 晚上吃海鮮蛋麵好不好 吃了飯 我送你回去 你有必要這樣嗎 喂 怎麼樣 嗯 好 晚上我會看晚計畫 明天節點開會 好 知道了 你也看到了 我跟你說我最近真的很忙 難得今天是我跟妞妞的親子日 妞妞在回來的路上 一直吵著說要吃漢堡 我卻非得為了你的心意 趕回來吃義大利麵 我不知道我還可以怎麼樣 我推上的還不夠多嗎 你知道有多少人 等著我的小說出版嗎 你知道我去年的小說 賣多少萬本嗎 我也是一番好運來替你做這頓飯的 你有必要講得這麼委屈嗎 是啊 我是很委屈啊 那天我臨時改約客戶吃晚飯 你歇斯底里衝進來 你害我損失一筆聲音你知不知道 我連提都沒有跟你提 我就怕你多想會傷心會難過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還可以怎麼做 對不起 是我不好 我是真心想要你比那天的師太 所以現在才會在這裡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又會我們奇妙對你發脾氣 對不起 是我不好 你不要生氣了 一切都跟以前一樣吧 你說你不會越陷越深的 你說我們兩個注定在一起 是為了談一場快樂的戀愛 你說不管有沒有我 你的生活還是你的生活 這一切都沒有變吧